相恋九年的男友出轨了,那女人泼了我一身咖啡,我想以故意伤害人起诉她,男友却指责,说我和我父亲一样咄咄逼人,他明明知道,父亲是我一辈子的雷区,后来,他红着眼睛,姿态卑微,声音里满是恳求。 姨姨,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陈阁之,体面一些吧。我只是无奈地叹息,我和父亲大吵了一架,还挨了他的巴掌,离开家以后,天空下起了暴雨,没带伞的我,一路临头躲到了便利店,拿出手机拨通陈阁的电话,想像往常那样听到他安慰我的声音,一声,两声,三声, 接通,一个清脆好听的女声响起,还伴随着隐隐约约的流水声,你好,赵萱萱。哥嘛,我一下攥紧了手机,没住,不知如何开口半响,水声停止,在电话那头,一阵脚步声离近,谁的电话,这声音,是陈阁。 随后,一阵急促地抢夺过手机的声音,音音。 怎么了?我沉默半想没回答,只是匆忙地挂断了电话。 陈阁到家比平时都要早一些,进门换拖鞋,脱外套的动作却有些急促,他拎着我爱吃的炸鸡走到我面前,动作娴熟地拿出其中,最大的那一块,占好番茄酱。 讨好班的地道我嘴边,我买了你最爱吃的那家炸鸡,你上回不是说想吃吗?快尝尝。 炸鸡很香很香,但我依然闻到了它身上那股,刚刚喜遇过的气味我缩在沙发的角落,木讷地盯着它,一言不发。 很快,它发现了我的异样,你脸怎么了?父亲足足打了我四个巴掌,每一个巴堂力道都不轻,直到现在红肿还未退散,见我一副沉默不语的样子,它终是想到了什么? 你今天? 是去见你父亲了? 它? 又打你了,陈阁的一双眼睛生得极好,眼眸狭长而不昧,那熟悉的琥珀色在望向我时,总是饱含深情。 而此刻,面对它一如既往关切的眼神,我却想努力去探索,它眼底下是否还有其他异样? 可是,我找了半天,好像没有找到。 再加上提到父亲,我紧绷的情绪瞬间点燃,斗大的泪珠一颗又一颗地滚落,就是受了很大委屈的孩子,一生关怀触动了泪失禁的开关,一发不可收拾阿萱。 我好痛。 陈阁将我揽入怀中,轻声安慰,没事的,没事的,都还有我。 她伸手失去我的眼泪,在她的安抚下,我情绪渐渐平稳视线一转,她放在茶几上的手机屏幕亮起,一个消息通知映入眼帘,我清楚地看见了那个备注姓名,宁雅庆。 不知为何又让我想起,那个接她变化的女生,只在片刻,我刚平复的心情,又起了连衣,正正开口。 她,是刚刚叫你宣宣哥的那个女生吗? 她暗灭屏幕,又将手机反扣,伸手拍了拍我的肩膀,只是一个普通同事而已。 你别多想,我给你去拿冰块敷脸。 普通同事也会喊你的小名,喊你宣宣吗?宣宣,是陈阁的小名,除了她父母,就只有我知道,她起身的脚步顿住,将住的背影在停顿,片刻后转身,在我面前蹲下,一副郑重其事的样子。 隐隐,我需向你坦白,雅庆她是我的学妹,也曾经和我告过白,她现在只是因为,大肆要实习来到我这里。 拿完实习证明,一毕业,她就会回到她原来的城市,我知道你敏感,你放心,我和她只会是同事关系。 她喊她雅庆,她喊她宣宣哥,那么熟忍轻易,可她的言词那么诚恳,像是承诺,又像是在提醒自己。 我呼得觉得有些头疼,和陈阁恋爱九年,我一直信任她,也不想怀疑她,那句堵在嘴边的。 你还是没有解释,她为何会知道,你的小名,到底是被我验了回去? 夜里,我终还是被头痛弄醒,伸手触碰身边的被窝,冰凉一片。 起身去到厕所,透过磨砂玻璃层的门,陈阁似乎是在和什么人发着消息。 我敲了敲门,门内,她被敲门声吓到,迅速收起手机,朝门外看了一眼,又转身按了一下马桶冲水,才给我开了门。 怎么了?我强压下心里的那股复杂情绪,抬头看她。 阿萱,我好像发烧了,她伸手抚上我的额头,好像是有些烫,我记得还有退烧药。 等一下我去找给你。在她转身出去的那一瞬间,我望着她的背影一点点陷入沉思。 曾几何时,我发烧的时候,她会慌乱,会焦急,即使在半夜,也会不顾一切的,带我去医院挂急诊。 我那时还愿她小题大做,而她却说,我邻居家有个小男孩就是因为发烧,家里人没在意, 后来被查出来很严重的血液病,身体发烧,会有可能是各种情况的病因。 不能忽视。 会在医院确认各项检查过后都没问题,只是简单地发烧后,她才会放下心。 而此刻,看着她从抽屉里拿出来一盒散力桶。 递到我面前又接了杯水,让我吃下食,我虽应声照做,但却有些错愕和无所适从。 后来,每次她和宁雅庆接触,都会和我报备,我虽会不开心,但因为她这样的举动,我选择深信不究, 同事见我状态为米,给我推荐了一本甜文小说,作者是竹青。 最近她的小说可火了,比不过同事热情地推荐,我看了那个小说, 因为小说里女二的经历和我很像,所以我关注了那个作者,在谈出的自动回复里, 我点开了她的小号,小号的简介是竹青是宁雅庆的庆,我才发现竹青就是宁雅庆, 在她的小说里,暗恋的女主尚未成功,而女二则被她写成一个家庭不幸, 但又不择手段道德绑架男主,苦苦纠缠的心心机表,我刷着她的微薄,浑身颤抖,指尖发白, 那记录着她和陈阁思思缕缕暧昧纠缠的痕迹,原来几个月前, 陈阁说怕我累不让我去的那场篮球赛,宁雅庆在场篮球赛和赵里, 陈阁和宁雅庆站在C位,两个人可用一只手合成了一个心,笑得十分甜蜜, 而在我回家拿母亲一误被父亲打,淋雨的那一天,陈阁是和宁雅庆在一起, 她晒自己在酒店床上的自拍,照片清晰可见,她衣衫凌乱,脖肩若有似无的红色印记, 以及她身后方柜子上,还有一块钢带男士手表,和一件灰蓝色的男士衬衣, 钢带手表和我去年在陈阁生日时,送她的那块一模一样衬衣口袋上的刺绣, 是我在情人节时,专门为陈阁设计的,我发烧那一夜,陈阁躲在厕所里,居然是在和宁雅庆聊天, 那配文一切的失控皆源于喜欢,不是吗? 的聊天截图里传递着他们之间,已然发生了什么的信息, 陈阁,抱歉,在酒店是我一时失控,情不自禁,我会补偿你, 宁雅庆,我不要你的补偿,你只要记得,你的身后一直有我在,就好, 我越刷越无力,胃力已然翻江倒海,不停翻滚,在宫卫上极力克制自己想要呕出来的动作, 撑住最后一丝力气拿着冲进了厕所,只见最后停留在宁雅庆十分钟前, 更新的一张带着定位的照片,她穿着泳衣躺在沙滩旁的长椅上, 旁边还放着一件外套那淡灰色的款型,还是前两天我逛街,亲自给陈阁买的, 我忽然想起,前两天陈阁跟我说她要出差一周,那时我还帮她收拾行李, 送她到机场时,她还拥抱我,吻我的额头,告诉我她很快就回来, 在反应过来时,我已经坐上了飞机,飞速到达了照片中的海滩, 沿着那里一遍一遍地找,终于在沙滩附近,一片彩灯的小池街里, 看见了他们的身影,陈阁穿着泳裤裸着上半身, 那勾勒着优美胸肌腹肌线条的身材,外加出众的长相, 引人瞩目,宁雅庆挽着她,淡黄色比基尼泳衣外, 还披着那件灰色的外套,他们俩正在用一根吸管, 在喝着饮料,在宁雅庆喝完一口,陈阁凑过来时, 她突然点脚稳住了陈阁的唇,因为身高的落差, 宁雅庆没有站稳,陈阁又很快地搂住她回稳, 两个人就那样稳得缠绵飞测, 全然不顾身旁的目光,我就在距离她们不远的一旁, 像个傻子一样目睹着这一切,黄昏的日落, 将整个沙滩浸染成一片金黄色, 也将我落寞的身躯映出了残影, 我站在原地,浑身不停地颤抖, 将指甲死死地嵌入手心, 姐姐,你怎么哭了,身边有个小孩拽了拽我的衣角, 没等我反应,那个小孩就被她的母亲拉走了, 别跟陌生人搭讪,危险,知道吗? 是啊,现在的我,在别人眼里,一定像个疯子, 我擦了擦眼泪,稳了稳情绪, 拿起手机,拨通陈阁的电话, 而就在不远处,她对着手机,愣了几秒后, 接起,出差,还顺利吗? 嗯,很顺利,怎么了? 大约是听出了我声音的不对劲, 她还问道,没什么,我只是想你了, 我也想你,很快就回去,爱你。 她挂断了电话后, 又重新搂住宁雅庆的腰, 从那小吃街离开。 我的视线再次模糊, 嵌入手心的指甲, 已被钻得弯曲, 尽最大,努力克制住, 自己想要冲上前丝破脸的心, 早在我出发来这里时, 就已经以合作商的名义, 打去她公司确认。 陈总啊,陈总在休假, 有什么事可以联系她的助理? 关于阳光沙滩, 我曾经无数次和陈阁提过, 想要去那里散心, 而她总是以公司业务繁忙, 再等等。 我也体谅她, 就一等再等, 可没想到, 在此刻, 她却愿意休假去陪另外一个人, 根本就没有什么出差, 陈阁她, 骗了我。 夜幕下的海滩, 在周边商业区的衬托下, 灯光璀璨, 绚烂无比一阵阵海风, 吹在摊座树下我的身上, 冰凉刺骨, 望着不远处拥抱在一起的情侣, 不由地让我想起, 和陈阁在大学的那个时光, 那时我兼职, 不论下班有多晚, 陈阁总会在校门口等我, 回宿舍的途中, 我们都会经过学校的那片人工湖, 人工湖边的桥上以及周围的护栏上, 总是挂着各式各样的彩灯, 将本就单调的湖景, 衬托得多彩绚丽, 陈阁每次都会拉着我在那里停留一会儿, 然后拥抱我, 亲闻我还说, 以后我们结婚, 一定要买个带院子的房子, 然后在院子里挂彩灯, 因为看见彩灯, 就会想起甜蜜的此刻, 可是今天, 在一闪一闪的彩灯下, 他却亲吻了别人, 只要一想到那个场景, 心口难以控制地痛楚拥堵进喉咙, 窒息万分我从未想过有一天, 陈阁他会出轨, 会背叛我, 在我还没来得及消化这一切时, 姑姑的电话响起, 音音, 你在哪儿, 你爸爸出事了。 验尸房内, 白布一掀开, 望着那张浮肿到煞白, 但又熟悉的脸, 我的心脏被猛烈的一击, 却只在片刻后, 就恢复了平静。 单先生是因为躲避追债的人, 不小心把车开进了河里, 我们接到报案时, 车已经没入水中, 人已没有了呼吸, 请节哀。 警察的一字一句, 只让我愈发的淡漠和麻木, 和身旁气不成声的姑姑, 形成鲜明对比, 我一直希望那个只会赌博, 家暴的父亲在我的世界里消失, 因为他, 母亲积劳成疾, 早早离我而去, 因为他, 我身上会有不断的伤痕出现, 棍子打的, 杯子砸的, 皮带抽的, 烟卷烫的, 因为他, 我活在暗无边际的恐惧中, 那些总是上门而来的催债人, 让我偷偷躲在学校厕所过夜, 让我睡过人形地道, 让我不敢回家, 无处可去。 我见过他偷拿, 母亲辛苦挣的钱拿去赌博, 见过他揪着母亲的头发, 将母亲的头狠狠往墙上撞, 也见过他因为我不给他钱让他赌, 而对我歇斯底里, 拳打脚踢的样子, 他是我暗无边际的噩梦, 是囚禁在我身上解不开的枷锁, 可此刻, 当他真的安静地躺在我眼前, 我没有一点解脱的感觉, 只有无边无际的空洞和不知所措, 晚上回到家, 开关暗下, 灯光亮起, 面对着空荡荡的屋子, 不知怎么的, 一种极大的无力和恐惧向我袭来, 所有支撑着我的力气, 在那刻轰然倒泻。 我已在玄关处的墙壁, 后背贴着冰冷的墙面缓缓滑落, 在摊坐地上的最后片刻, 我伸手将灯暗面, 仿佛这样, 就可以按掉那些无力和恐惧。 一片漆黑的空间里, 我将手臂还着膝盖, 手指滑向手机屏幕上的阿萱, 便又一便地拨着陈阁的号码。 我真的, 好想好想在此刻, 听见他的声音, 听着他跟我说, 没事的音音, 你还有我, 一切都有我。 可是在寂静无边的黑暗里, 想起的只有那一句, 您拨叫的号码暂无人接听, 请稍后再拨。 眼泪无声而躺, 顺着我的面颊滴落到膝盖上, 我泪眼模糊地看着, 微博上的九宫格图片, 一张一张地划过, 浪漫餐厅, 有红酒, 有海鲜牛排, 有鲜花, 有烟花硬衬下乡依微的身影, 最后那张事, 他裸着半个肩膀, 躺在他光裸上半身的怀里, 还有那句, 配文, 你终于是我的了。 只那一瞬, 所有的情绪排山倒海, 席卷而来, 我终于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 那些痛苦的, 绝望的, 不甘的, 愤怒的。 让我生死历劫, 哭到最后, 我将手机摔在一旁, 脸深深埋进膝盖, 脑海里不断上眼着, 我和陈阁相识的从前。 十五岁的陈阁, 会在我被父亲打得满身, 是伤后, 偷偷带我回他家, 帮我上药, 会在我遭受同龄人无端的恶意后, 帮我捡回丢在垃圾桶的书包, 帮我找回被同学丢掉的作业, 帮我粘好被同学撕毁的书本, 甚至会带着他的好哥们, 帮我去警告那些欺负我的同学, 高中时的陈阁, 即使不同校, 也会主动打听我的消息, 关心我, 会在得知我生活窘迫, 只能啃馒头和咸菜时, 揣着很多零食, 在晚上偷翻我学校的围墙, 满满地塞给我, 会为了要和我上同一个大学, 而奋起努力, 大学四年的陈阁, 会在第一次告白被我拒绝后, 又不气馁地对我告白第二次, 第三次会偷偷记住我花生过敏, 不吃香菜, 不爱吃鱼的习惯, 会在我重温雪孩子, 动画后心情难过, 而扮成雪人的样子, 在我宿舍楼下等我, 不顾他人的目光哄我开心, 会在我生理期时, 在我宿舍楼下, 将一路揣在怀里的温热的奶茶送给我, 会在我伤心失落时, 带我爬到山顶, 和我一起发疯呐喊, 会在我无论什么时候, 给他打电话, 永远第一时间接起, 不管当时他在做什么, 那时候, 他给足了我安全感, 一点一点地用他的热情和爱, 驱散我内心的不安和阴霾, 可是二十八岁的陈阁, 却在我失去父亲时, 和别的女人躺在酒店, 一次又一次地不接我的电话, 我的噩梦结束了, 那个照亮我在梦中前行的光, 也消失了, 第二天, 在我回老房子, 整理父亲的遗物时, 那些催债的早上门, 五六个身材高大的黑影, 将我围困在客厅, 带头的那个男人, 一身黑涕, 一双花臂, 手中耍着明晃晃的刀, 面目猙獰, 像极了穷凶极恶的歹徒, 但因因是吧, 别以为你父亲死了, 钱就想赖掉, 说吧, 八十万现在还, 还是肉肠, 同样的肠颈, 在我大一的时候, 也遇到过, 那是陈阁第三次和我告白的夜晚, 父亲的债主不知道, 以何途径, 到我学校找上了我, 天色昏暗, 他们三五个人, 将我堵在学校废弃的操场上, 我被他们围堵在角落, 色索地攻着身子, 求他们放过我, 陈阁出现, 拿着一个球棒, 一个人和那三五个人搏斗, 没想到, 那些人还带了刀, 最后将陈阁的胳膊滑出了两道深深的口子, 幸好当时巡逻的警卫经过, 将那帮人制服, 可此刻, 我没有陈阁, 我只有我自己, 空气里发出各种碎裂的声音, 那是他们不满, 我只能还四十万的声音, 也是威胁的声音, 而我没有恐惧, 也没有害怕, 只是默然地看着这一切, 因为我早就自然一身, 没有什么可再失去的了, 直到, 他们将我母亲的一项摔在地上, 破碎的相框, 直击了我本就千疮百孔的心, 我愤怒地抢过黑T男人手里的刀, 直接在手腕上划出一道深深的口子, 碎裂的声音停止, 随即而来一阵阵上冲的血腥味, 鲜血顺着我手腕滴答滴答地落在地上, 那几个彪形大汉, 被我这举动惊得一跳, 全部僵在了那里, 我怒目直瞪, 连带着声音都有些嘶哑, 看见了吗? 我在割腕, 要么, 现在打120, 让我活下去, 还你们那40万, 要么, 你们就在这里看着我死, 我死了, 你们连40万都没有了, 血一直在流, 我能感觉到身体, 随着血液的流失在一点点地变得困顿, 在他们打完120慌乱地离开后, 我终于没了支撑的力气, 躺倒在地看着流血的手腕, 意识开始渐渐地模糊, 脑海里有支离的片段划过那天晚上, 我看着陈阁血流不止地, 胳膊一直哭, 不停地颤抖, 害怕, 那时, 他还在安慰我, 我没事, 音音, 你不用担心, 在医院包扎时, 分明他已经痛得额头冒出了细汗, 脸色惨白, 但依旧还是想尽办法和我开玩笑, 逗我开心, 在医院门口, 看着他缠满绷带的手, 我知道, 我再也抵抗不了了, 于是上前抱住他, 陈阁, 我答应你, 做你女朋友, 那时, 他激动到尖叫, 甚至破音, 天哪, 善音音是我的女朋友了, 我这胳膊伤得直了, 然后紧紧地握住我的手, 坚定而有力, 你放心, 音音, 我一定会好好保护你, 疼你年少时的喜欢和承诺, 总是那么的纯粹和真诚, 可是这一切在此刻, 都变成了让我痛苦的历刃, 一遍又一遍地刺痛着我, 身体的疲惫渐渐吞噬着我的意识, 眼皮越来越沉重, 我已经分不清是现实还是幻觉, 手机响起, 看着屏幕上熟悉的名字, 我撑住最后一丝力气, 按下了接听键, 音音, 你是给我打电话了吗? 发生什么事了, 熟悉的急切声, 和曾经的陈阁一样, 这一定是梦, 是梦。 朦胧之际, 我好像听到自己在意语, 阿萱, 我很爱很爱你, 你还爱我吗? 我再次醒来时, 是在医院里, 周围的一切还未来得及反应, 就被带入一个熟悉的怀抱, 音音, 你醒了, 你终于醒了, 谢天谢地。 陈阁的声音发额, 搂住我的力道越发的紧, 我有些迷茫地推开了它, 抬眸对视间, 那双琥珀色的眼里布满血丝, 音音, 为何不告诉我, 我虚弱地看着它, 面无表情, 出差还顺利吗? 酒店。 舒服吗? 颤抖激动的它, 听见我这么问, 身体有一瞬间的僵住, 左手的拇指和食指抹举了两下, 那是它慌张不安时, 才会有的动作, 挺顺利的, 不用担心我。 你现在怎么样?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我只无言, 依旧正正地盯着它, 直到眼泪源源不断地滚落。 那是一种寂静无声的失望和反抗。 它被我这样吓到, 似是想起了什么, 愧疚万分, 慌张地握住我的手。 音音, 我错了, 都是我的错, 姑姑都告诉我了, 我不该不接你的电话, 不该在你发生这么大事情的时候, 没在你身边, 更不该不了解你身体的情况。 幸好救得及时, 不然你和孩子都没了, 我会自责一辈子的, 原本心如止水的我, 在听到孩子, 惊诧错愕。 嗨, 孩子, 是啊, 孩子, 我们的孩子, 你怀孕五周多了。 如果是以前, 我知道这个消息, 会万分开心, 可是现在, 看着眼前的陈阁, 我只觉酸涩难涌, 这个孩子, 他来得太不是时候了, 后面的几天, 陈阁一直守在我床前, 照顾我, 就好像, 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直到我出院回家, 他在精心不至的, 爱心蜡烛圈中单膝跪下, 向我求婚, 鸣鸣嫁给我吧。 一切如梦似幻, 我呆之木讷地看着他, 我们, 真的能幸福吗? 他为我戴上了戒指, 紧紧拥着我, 会的, 我会对你一辈子好的, 和陈阁结婚, 是我一直期待的事, 我总是会幻想, 我穿着洁白婚纱, 走向他的那一刻, 会是什么样子, 想象着在众人的欢呼和祝福下, 他将戒指戴在我的无名指上, 我一定感动得泣不成声, 然后他会伸手, 失去我眼角的泪。 在思宜问出那句, 不论贫穷富贵, 生老病死, 都会爱他, 尊重他, 呵护他一辈子吗? 然后, 他深情款款之地对我说, 我愿意。 我想, 那一定是我最幸福的时刻, 可是此刻, 想着肚子里的孩子, 那戴在我手上的戒指, 犹如千斤重, 让我想摘也摘不掉, 我脑子很乱, 一直到他给他父母打了电话, 说要见一见双方家长, 简单弄个订婚仪式, 连日子都订好了, 我才反应过来, 订婚宴上, 陈阁的手机一直响个不停, 事实上, 在他和我求婚的那个晚上, 他的手机就一直亮个不停, 只不过, 最后他关了机, 才结束那一切的纷扰, 而此刻, 他却不想关机, 只是静音, 任由那个手机反复亮着, 我姑姑正和他的父母讨论着, 关于彩礼房子, 还有习俗那些问题, 他的父母也尽量地得体, 尊重, 我看着陈阁, 将手机从桌面拿到桌底, 反复着编辑着消息, 一条一条地发出去, 那曾经的备注姓名, 从宁, 雅精变成了雅精, 他的眉头随着对方, 发过来的一个又一个的消息, 越皱越紧, 情绪开始变得焦, 这样可以吗? 姑姑朝他问话, 他才反应过来的抬头, 啊, 这样的表现, 让我姑姑面露不悦, 他的母亲还在为他打圆场, 他工作业务比较忙, 再忙也是终身大事要紧, 呼得, 他像是受到了什么惊吓一般, 暗面手机起身, 推开酒店包厢门的那一刻, 他还转身, 向我们说了一声, 抱歉, 订婚的事下次再说, 就那一刻, 在我心里, 就像是千辛万苦, 好不容易重新搭住的堡垒, 崩塌了, 我俯了俯口袋中的手机, 坐在那里, 一声不吭, 而他这态度, 瞬间点燃了我姑姑最后的不满, 陈阁这什么意思, 就这么对我们, 这是陈家的教养吗? 陈阁的父母, 本就不喜欢我, 陈阁弄着一出, 再听到我姑姑这样说, 他母亲也顾不得什么体面了, 哟, 这是说什么话, 我们陈阁自己一个人开那么大公司, 业务繁忙也是正常的, 说起教养, 你们家音音部也未婚先孕, 还没有领证就跟人上床, 果然啊, 没爹没妈的孩子就是可怜, 我们也理解, 什么叫未婚先孕跟人上床, 怀孕这事是我们音音自己就能做的吗? 你们家陈阁要是管得住下半身, 能让我们家音音怀孕吗? 您要是这么说我也就直说了, 坦白讲, 我们家陈阁这么优秀, 对于音音这个儿媳妇, 我们是不满意的, 你们那个复杂的家庭, 是, 父亲死了, 你们债也轻了, 可是你们家音音从学识到能力, 哪一点比得上我们家陈阁, 要不是因为他肚子里的孩子, 这门亲事我打死也不会同意的, 他母亲这番话, 彻底地将我内心, 最后那一点颜面击垮, 连带我对陈阁那最后的一点眷恋, 也被冲击得烟消云散, 而我姑姑已惊气地举起酒杯砸了过去, 她母亲也不甘示弱, 掀翻桌面上的饭菜进行示威, 好好地订婚宴, 未婚夫落荒而逃, 双方长辈大打出手, 眼前的景象荒唐滑稽, 又破败不堪, 我终是忍不住地站了起来, 够了, 生而出, 随即寂静, 我面向陈阁的母亲, 当着他们的面摘掉了那枚戒指, 麻烦您将这个还给陈阁, 随后, 我拉起姑姑的手就要走, 姑姑还是想为我出一口气, 反握住我, 随随便就这么算了吗? 他们, 姑姑, 给我留点尊严罢求您了, 我激进哀求的声音, 以及泛红的眼眶, 让姑姑对我心疼至极, 乖, 孩子, 这婚咱不结了 然后将我拉出了包厢的门 在电梯里对上姑姑心疼的眼神 我终于是绷不住了 将头埋在姑姑的怀里啜泣 音音 我们对不起你 你要是还喜欢陈阁 我再帮你和她的父母说一说 我搂着姑姑的手更加的紧了 抽责着说 不用了 姑姑 这婚我不结了 是陈阁她 变心了 不要我了 十五岁到二十八岁 十三年的光景 我和她早已密不可分 想要割舍 就如同刻掉我身上的肉 但纵然我在贪恋 一个早已心不在我身上的人 我也没有必要这样倾鉴自己 竹庆的小说已完结 短短数日就冲上了热搜 评论区全部都在骂女儿 道德绑架 自私自利 摇尾起怜 不择手段 在热度飙升的时候 我将编辑好的长文点开 按下了发送键 随后我向公司提了离职 当初来这里工作 也是为了还人情 如今一切 物是人非点开手机 对话框里 还停留着陈阁从订婚宴离开时 给我发的消息 音音 我有点急事处理 需要离开几天 等我回来再和你解释 而在那个微博里 我发现了一条又一条 她和她的痕迹 她在医院陪着蓝尾炎 术后的她 她在厨房的身影 她和她牵手散步 她和她一起看电影 以及她发的那条 她终将是选择了我 我也决定永不放手 那一字一句 充满着一个胜利者的 示威和嘲讽 用输入法敲了几个字发送后 我关了手机 停闭一切喧嚣 进了手术室 再次见到陈阁 是我在病房外搭着扶手 在艰难地行走 她固长地身躯 在我面前遮出了一片阴影 似乎是在恐惧着什么你 我抬头注视半想 极其艰难地露出 一个微笑 放心 孩子没了 你和宁雅庆 可以好好在一起了 这句话撕开了 她最后的心虚和遮羞布 她急促地跑到我面前 拥住我 不 不是的 茵茵 不是的 我不会和你分手的 一百八十六的身高 就那样弓着姜头 埋在和她相差二十公分的我的肩膀上 那充斥着她身上香味的怀抱 随着脖梗间 温温热热的液体 落到我的肩上 让我倍感厌恶地将她推开 继续往前走 没再看她 她追到病床前 握住我的手 懊悔不堪 自责满面 她暗恋了我很多年 她只想在毕业前 让我帮她圆一个梦 一个谈恋爱的梦 毕业后 她说她就会回到自己的家乡 不再和我有任何联系了 我看她很渴冷 也很真诚 而且每次 每次我和她见面 我都和你抱贝过的 你也没有阻止 我就 看到你发的那个消息 我不会和你分手 我从来没有想过 要和她在一起 我只喜欢你 隐隐 她解释得口不择言 甚至一塌糊涂 圆梦 抱贝过 多么荒唐可笑的理由 所以圆梦 就是你可以理所应当 和她接吻上床的理由 抱贝过 就是你可以欺骗我 和她去海滩甜蜜相拥 在酒店温存缠绵 一次又一次地 不接我电话的理由 甚至是在订婚宴上 半途丢下我 置我于难堪而不顾的理由 我翻出宁雅庆的微博 一个一个地说着 在她和她在一起时 我经历着什么样的 静地和痛苦 在我喊出那些 积压在我心里已久的愤怒 甩开她手的那一刻 我才明白 我以为的平静 只不过是假象 是我极力想要掩盖痛苦 不让她蔓延地自我保护 她的脸色在我一点一滴 说出那些事情后 变得惨白 所以那天在医院 你不是因为 你以为什么 以为我是失去亲人后 想不开割腕自杀 然后再博取你的同情吗 在她晦暗不堪的瞳孔里 映出我对她生生讨伐的模样 十三年的光阴 是扎根在我身体里的 每一处缝隙 最后剥离的那一刻 才清醒所谓的痛苦 不过是对她还心存执念 和对过去种种的 不甘霸了成格 承认你变心了 出轨了 就这么难吗 她被我为得哑口无言 正坐在那里 犹如雕塑一般 我看着她痛苦的表情 似有快感 但内心又更加地复杂 最终还是闭上眼不去看她 后来住院的几天 她依旧像之前那样 坚持留在我身边照顾我 仿佛她以为继续这样 就可以把那些事情抹去 而我 则让医院的保安 将她从我的病房内轰出去 理由是 她不是我的家属 我和她没有任何关系 她就索性在病房外的长凳上 住了几天 试图以这样的方式 来弥补 我可在病房外 我依旧能听到 她和宁雅庆之间的纠缠 我和你已经结束了 我们不可能 我只爱音音 我也只会和她结婚 你不必再来找我了 就因为她自残式的坚持 在住院的第四天 我见到了宁雅庆 复卫爱情深 不顾一切的样子 善音音 求你放过萱萱哥好吗 你们之间的孩子没了 你还绑着她有什么意义呢 爱情本就是流动的 主观的 现在萱萱哥不爱你了 我和她之间才是两情相悦 在爱情里 我们才是真正的一对 住口 宁雅庆 你别胡说 身后陈阁的声音响起 萱萱哥 是你说过的 是她 她的家庭 以及她日复一日的忧伤情绪 总是让你被感心累 你得不到一刻的喘息 你才 我让你闭嘴 陈阁的声音带着命令式的怒意 直接让宁雅庆闭了口 而听到这里 我不觉心里猛的一紧 像是被人用手紧紧掐住 原来在她的心里 我竟已不知不觉成为了她的拖累 那股油然而生的委屈化作失望和悲愤 让我直接拿起手边的水杯 朝着他们两个人砸去 滚 你俩给我滚 我不想看见你们 微薄的热度在几天后 终于发酵上了热搜 景浩疑似竹青插足感情 当事人发长文控告景浩 景浩知名作家竹青疑似插足 他人感情景浩 景浩竹青之三当三景浩 在持续不降的热度下 应雅庆的小号被攻陷 那些曾经她晒的动态 全部无意分油地占满了恶评 当人小三还敢 这么堂而皇之晒照片 要不要脸 这面相一看就是一副当小三的样 咱就是说 会不会有可能她小说里的女儿 其实就是当事人 天哪 如果是这样 那她太恶心了 以后她的小说我可不看了 三观不正的人 能写出什么好东西 抵制竹青的小说 迫于压力下 与她签约的出版社 宣布和她解约 并以损害形象 为由向她所安 同时 她还被扒出抄袭 袭稿等黑料 甚至连她 曾经在中学时 霸凌别人的事情 也被扒出 而我 只是在咖啡厅 默默地刷着这些新闻 等着对面的那个空椅子 有人落座 两个小时前 我的微博收到一条私信 宁雅庆约我出来见面 可我没想到 随之一起的 还有陈阁 音音 能不能出个谅解声明 雅庆她还年轻 她还有漫长的未来 陈阁 你是以什么立场来和我说这些 宁雅庆的男朋友 我一声质问 直接让她坚口沉默 而一旁的宁雅庆 早已没了那天在医院的气势 只是一脸不情愿 但又不得不低头的样子 想让我谅解 那她就要先道歉 承认是她作为小三插足了 你我之间的感情 否则声明我不会出的 本就极度克制隐忍的宁雅臂 在听到我说出这句话后 直接起身直立 拿起咖啡 朝我泼过来 不可能 让我跟你道歉 除非我死了 宁雅庆 你在干什么 陈阁已夺去了她手里的咖啡杯 随即从桌上拿出纸巾帮我擦拭 我看着宁雅庆紧紧抿着唇 死死盯着我不肯认错的样子 推开了陈阁 走到她面前 很好 这下道歉也没用了 我会额外再追加一份 故意伤害人的起诉书 与陈阁擦肩而过时 她拦住了我的手臂 音音 能不能 不要这么逼人 你这样 和你的父亲又有什么两样 这辈子 我最不想承认 也不愿意成为的 就是我父亲那样的人 十三年的情分 陈阁果然是最了解 如何戳我的痛处的 我转过伸扬起手 啪的一声 甩给她一个耳光 陈阁 你知道我最痛恨的是什么 这一巴掌 足以让她清醒 她似是反应过来了什么 又连忙想握住我的手 被我厌恶地躲开 音音 我只是 这一巴掌 就当你替命亚庆还了 以后 我们再无任何关系 微博持续上涨的热度 终于还是让人扒出了 陈阁的身份 而我也听说 这让陈阁的公司 丢了好几个项目 从出院后 我就搬出了 和陈阁曾在一起的家 咖啡厅之后 再也没有见过他年 中校友交流会时 我再次见到了陈阁 以及宁亚庆 彼时 我正和陈教授 和秦柯 坐在一起聊天 陈教授 是我大学时的导师 秦柯是陈教授的学生 也是我曾经的老板 隐隐啊 你说 那时候 你要是坚持做研究方向 该多好 哎 陈老师 这怕不是再怪我 不过现在看来 你的付出 真是不值得 他们说话间看了一眼 不远处的陈阁和宁亚庆 又意味深长地看了眼我 我只是望着他们两个人 淡淡一笑 想起他们说的那个事情 毕业后第一年 陈阁的公司迟迟拉不到投资 看着他每天不断应酬 早出晚归 还把自己喝到未出血住院的样子 实在心疼 我最终厚着脸皮回来 找陈教授 求他给个情面 让秦柯投资 还反复保证陈阁的项目 做得很好 肯定会盈利 在酒桌上 本就不会喝酒的我 举着白酒 对着秦柯一杯又一杯的下肚 最后 秦柯终于答应 但条件是 我要带着我大学期间 研究的专利入职他的公司 这些年想来替秦柯赚的钱 早就超过了当初 他为陈阁投资的数目了 我才得以心安理得的辞职 路过教学楼旁的人工湖时 我在湖边的长凳上坐下 看着平静的湖水 不由地让我想起 曾经冲动的自己 大四那年 陈阁的母亲偷偷找过我 我们只有这么一个儿子 我希望将来他的另一半是门当户对的 你的家庭 我打听了一些 你那个父亲就是个无底洞 你只会拖累陈阁 我不想看着我儿子误入歧途 那段时间 我面临着毕业的压力 父亲盼我工作 想找我索取最严重的时刻 同时也是我情绪最差的时刻 已经背着陈阁看了很久的心理医生 吃了很久的抗抑郁药物 而他母亲的那段话 就像是压垮我最后的一根稻草 在路过学校那个人工湖时 我像是被某种意识牵引着 就跳了下去 最后是路过的陈教授救了我 想起那天宁雅庆口中说的话 我何曾不知道 我就是个会拖累别人的人呢 可那时的陈阁 也很脆弱 频繁拉投资又频繁被拒 项目计划总是被打回来 改了又改 我想他身边也需要 一个鼓舞的力量在 每次他喝到不省人事 回到家我都是默默的 帮他顺着背 帮他煮蜂蜜水 帮他脱衣 帮他擦拭 默默地搂着他 安慰他 鼓励他 可是这些他好像都忘了 因为长久的习惯 他似乎只记得 他对我的那些付出了 但现在 纠结这一切也都没有意义了 起身离开时 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帘 陈阁直接走过来 在我身旁的长凳坐下 沉寂半想 他终于暗哑地开口 音音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他说他刚刚在交流会上 见过陈教授了 而陈教授把我曾经跳弧 和拉投资的事情都告诉他了 陈教授带我恩重如山 想来他告诉陈阁 也是为了帮我出一口气把陈阁 你知道吗 当时我就是从这个地方跳下去的 可你知道 我为什么会那样吗 在他疑惑的目光中 我将那天订婚宴上 他母亲说的话 一遍又一遍地放给他听 你们家音音不也未婚先孕 还没有领证就跟人上床 果然啊 没爹没妈的孩子就是可怜 我们也理解 你们家音音从学识到能力 哪一点比得上我们家陈阁 要不是因为他肚子里的孩子 这门妻是我打死也不会同意的 他的脸色一点一点地泛白 眼神里掺满了不可置信 最后按着我的手强制暂停 别放了 音音求你了 正沉默过后 他又在开口 对不起 音音 我以为 我一直都以为 我的母亲 她 她当然不知道 因为她的母亲在她面前 总是一副喜爱我的样子 掩饰得极好 因为怕伤害她 所以默默地做一些 让我知难而退的事 音音 我真该死 直到这一刻 我才知道 我错得有多离谱 可是自始至终 我真的就爱你一个 音音 我们重新开始 好不好 看着眼前的她 姿态卑微 声音里满是恳求 我只是无奈地叹息一声 陈阁 我放这个录音 不是为了让你愧疚 也不是想挽回什么 只是想证明 我没有说谎 的确 你带给了我人生的温暖 可是在那看不到的背后 我承受着的 是被你父母看不起 羞辱的压力 是我要努力 好好配得上你 抵抗那些世俗 眼光的压力 其实那些事 你只要有心就都会了解到 可是你没有 你看到的 只有你对我轻情的付出 我相信你曾经是爱我的 但爱着爱着 你也开始计较了 开始计较 我对你的付出 开始对我有了偏见 你的心开始犹疑 最后心安理得的出轨 可我对你的爱 绝对不会比你少 至少在刚刚你知道的 那些真相里 你应该清楚了 同样 你应该最了解我 我不能接受感情上的瑕疵 一个在感情上背叛过我的人 早就在我心底宣判了死刑 不可能再复活了 你明白吗 有些事情 真的覆水难收 不是一句道歉 求原谅 就能解决的 他听了 我的这些话 终是绝望了 我们再也不可能了 对吗 你再也不可能原谅我了 对吗 陈阁 体面一些吧 后来 在陈教授的邀请下 我重新回了学校 考了研 做起了科研 再次见到陈阁的母亲时 是我刚从海外结束 研讨会回到学校 曾经那姿态盎然 满面风光的女人 如今两宾 已出现了些银丝 目光也不似 以前那般骄傲 银银 过去是我不对 你能重新回到陈阁身边吗 我真的不忍心 看他继续那样了 从他母亲的口中得知 陈阁后来 并没有和宁雅庆在一起 宁雅庆后来怀孕 找陈阁逼婚 陈阁也依旧没有娶她 他的父母迫于压力 把宁雅庆带回老家 还让他留了产 在失去了陈阁 又失去孩子后 宁雅庆变得 精神异常 最后进了疗养院 而陈阁自从与我分手之后 也总是精神涣散 工作时经常决策失误 就在前两年 公司因经营不善倒闭了 现在的他整日 躲在房间喝酒 不与人沟通 也不愿重新振作 听完这一切 我内心已没有其他的波澜 只是有些唏嘘 隐隐 算我求你 看在以往的情分上 帮帮陈阁 回到他身边好吗 阿姨 被最爱的人背叛那种心痛 我相信您也很清楚 在他渐渐暗淡的目光中 我确信 他是知晓的 我曾无数次看见 陈阁的父亲 带着一个年轻貌美的女性 进出我附近的小区 也许 陈阁的崩溃 远不止是和我的分手 没准他也已经知道了 他那美满的家庭 也不过是披着谎言的 残缺屈窍 母亲忌日这天 他目前摆了一束杨洁梗 那是每次我和陈阁来看望他时 都会买的鲜花 扫目小镜的尽头 我看见陈阁就站在那棵巨大的梧桐树下 曾经面如关玉的少年 如今以神色枯稿 即使有在多愁杂难遇的情绪 也都在彼此相视一笑之间 消失散尽 回头再看我所经历的这些事 我才发现 陈阁从来不是我永恒的救赎 陪伴固然是一股重要的支撑力量 但真正帮你走出那些阴霾的人 是你自己谁也不能一直做谁的光 唯有你自己才是永恒 我要你的经历 就好了 我可以重复你 把它们有帮助 Yi 相对我 因为我说你也有点点 国兴趣